哈囉大家好 今天就藉由這個影片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令我陰影非常深的澳洲公廁 我們現在面前呢就有一個澳洲公廁 首先它就有很多按鈕 沒有其實只有一個 你就按一下它就會打開了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這個公廁 沒錯我們就要按下這個按鈕 來lock the door 它就會關上 我覺得可怕 所以只有十分鐘可以上 OK 接下來它就開始放音樂 我覺得超級酷的 那個從那個孔裡面開始放音樂 那為什麼會陰很深呢 所以我之前進入到一個公廁 我覺得它超級髒 然後我又很怕它的門會突然間打開 OK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它的馬桶 其實這間算非常的乾淨耶 然後這裡有一個不太知道的孔洞 可能是丟垃圾吧 然後這個會比較適合 這個是會自動出來的 好假設我現在用這個衛生紙 好假設我上完後 然後你按一下它 會自動滾出來給你 那我剛剛呢其實就有上廁所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沖水 我左看右看就是看到那個沖水牛 終於我看到它所講的呢 就是你在吸收的時候 它就會順便沖水 欸為什麼它不出過來 是因為它知道我沒有坐下去嗎 好我現在坐下去 好假設我搭完遍了 OK 好你看就可以吸收了 欸還不行 它就會一起抽水 我自己是覺得很高級啦 只是有點confusing 那這邊呢就是有鏡子 可以給你遭一下 儘管它其實不是那麼的像個鏡子 OK 那你現在想要出去的是吧 OK 那我們就按下這個button 按下去 音樂就會結束 喔喔喔 對 為什麼又再衝一次了 沒錯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澳洲的公廁 只要它不要太臭其實都還好 只是那個門都會讓我有一點隱隱 是想說它會不會突然間被開啟 喔我們後面有一個媽媽正在講話 OK 我們接著要結束了再見 就是我們拍照 我們下期待